大家好,今天來到新成語動畫郎 今天跟大家講的一個成語 大家可能近來聽到挺Hit的 就是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這個成語 其實有兩個跟它跟它相似 當你上網查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顛倒黑白 有一個叫做不分造白 今天想跟大家講這三個成語之間有沒有分別 這樣查的時候分別不太大 大家都說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近期Hit就叫指鹿為馬 很多人就說其實它跟顛倒黑白一樣 很多時候會有兩個成語連用 的確這兩個字在今時今日來說 意思是很接近 但想跟大家講一下有沒有仔細的細微區別 先講顛倒黑白 顛倒黑白背後牽涉一個是黑一個是白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有價值判斷在這裡 一個是視一個是非 然後是調轉了 即是明明我對 你就說我錯 明明你錯你就說對 這個叫顛倒黑白 但指鹿為馬 你問我有一點點不同 指鹿為馬的故事背景大家要知道 當時趙高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力很大 於是拿一隻鹿進來 就跟陳二世說這隻是馬來的 但其他大臣亦都不敢出聲 這個成語固然今時今日已經變成了電到黑白 但本意是想說A事物變成B事物 這個成語也有個心意在這裡 其實當時趙高這樣做是證明什麼呢 就是沒有人敢去說No 就是沒有人說這個不是啊 這個是鹿來的 當時他是想告訴你 我的權力很大 你們不能反駁 我硬明知道你都知道是鹿蟹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他就是馬來的 所以背後有一種威權在這裡 這個就是成語中的仔細區別在這裡 至於第三個不分造白 想跟大家講解那個做是什麼 做今時今日我們說肥做 但其實做原意是什麼呢 是植物來的 可以提煉一些黑色的顏料 所以不分造白的做其實就是黑色的意思 不分造白就是分不到黑和白 那你就會說 不分造白跟剛才的顛倒黑白好像很接近 是接近的 但有沒有發現剛才的字是顛倒 但這個是不分 不分就是你搞不清楚黑白 引申造做什麼呢 就是你搞不清楚這件事的原由 我舉個例子 他不分青紅做白 可以加上青紅在前面 他不分造白的亂打人 他不分造白的亂說人 就是他不分清楚誰對誰錯 不分是非黑白的就去罵人打人 可以這樣用 那怎樣令大家明白了 我舉個例子 用一個情節跟大家貫穿 譬如我們說 警察對著示威遊行的人 他是不分造白的亂打一同 如果你這樣說 用這個字的造句的時候 他沒有搞清楚 沒有搞清楚誰是真是搞事的 他就亂打一通 那搞完這件事了 發生完之後 政府就發新聞稿 就說其實警察沒有錯 錯的是示威者 我們就說他顛倒黑白 因為我們把黑白顛倒 所以其實你見得到 他三個成語裡面 在同一件事貫穿的時候 你就會見得到 其實在用法上面有少少分別 我們不會說他顛倒黑白地打人 不分造白 OK 那麼他打人 可以說將尤尾剛和初 是同非調轉 我們是顛倒黑白 那當然指鹿為馬 和顛倒黑白是可以接近的 但是他更加可以 更加指A變成B 兩個事物的時候被他扭曲了 那是歪曲事實的意思 好了 今天新成語的網站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拜拜